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一款非常有意思,非常经典的一款车子 其实我们今天要拍的这台车的主角,我个人非常推荐各位可以去玩 这台车子它兼具了德国车的扎实,兼具了日本车的亲切 在我玩车的立场当中,我把这个级别的车子称作是补习班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玩日本车像在读小学轻轻松松,德国车就是进阶了,就是国中 那么高中是法国车,大学就是意大利车了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它不属于刚刚这些国籍的车厂 但是它一样兼具了我们刚刚讲德国车的扎实,还有日本车的平静人 所以我把它归类在裁义班的类别 我个人当年也读过这个裁义班 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这台车子,当年是我买过的车子 今天我特别去跟我的后手把它拗出来,让大家来看看这台车的样貌 而且这台车子也累积了我当年在玩这台车多年来的心血捷径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后座开场呢,因为这台车的后座 保证跟你跟其他的车型,你真的是没有看过这种玩法的 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有趣的配备,是一个有没有有趣的车子呢 我们赶紧来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 好,我们把镜头带到中方台 是的,我们今天的主角方方正正的,中方台方方正正的,跟它外观一样都是方方正正的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的是瑞典Volvo的Volvo 940 好的,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我们对于Volvo这个品牌的认知 最早都是从坦克车方方正正的,像Volvo 240,Volvo 740这种车子开始看起了 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这台是Volvo 940 940外形其实也承袭了240跟740以来的方正 当然了,它没有像240或740这么的方正,它走的稍微圆润了一点点 但是比起它后继车S80,那当然就差很多了 S80整个车身线条完全不同 你说S80算不算940后继车呢,其实这是有点争议的 毕竟S80它走的是前驱的,那940它还是台后驱车 而且呢,其实讲白了 这个940之所以外形跟240跟740一脉相长呢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各位如果你对740这个车有研究的话 你就会发现,其实940这个车的外形跟740根本就是小改 没有错,其实各位你回想一下,740虽然车子方方正正的 可是740到了后期的时候呢 它的车头就跟我们这个940长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在外观上来讲呢,940的外观 尤其前起的时候呢,跟740只有一个差别是什么呢 在于它的车尾 940的车尾跟740的车尾,940的车尾拉高了一些 据说呢,它行李箱的容积增加了12% 而且呢,这样子还说有助于呢 减低后面车尾的这个上升气流 所以导致可以下降它的风阻系数 所以呢,740基本上它行李箱只到这边 940的行李箱到这边来 那当然连带来就是它的车尾的尾灯什么的一个不一样 可是呢,940的车尾的悬吊 据说跟740车尾的悬吊差不多了 比较有改的呢,据说是五门的 就是745改成945的时候 后面的悬吊比较有差别 那改动比较大的其实是760改成960 960后面的悬吊跟760的差异性稍微比较大一点 这个我们之后呢,跟各位介绍到960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讲讲这方面的不同 所以呢,外观上来讲 740跟940其实只是算是小改 那骨子里呢,对不起 它真的就是小改 讲白了是这样子 很多人说日系车假大改是没有诚意的一种做法 那欧系车呢 欧系车因为经典所以不需要常常大改 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双标了 我评论940这个车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台车子 但是我也不得不说 Volvo这个品牌蛮取巧的 因为其实你如果对机械结构有认识 你就会发现 940根本不只是从740小改过来 740根本是从240小改过来 其实740跟240有很多东西是共用的 也就是说Volvo这间车厂 240这个车子一路吃到740再吃到940 真的是蛮会计算的 那为什么Volvo会干这种事情呢 你也不要怪它 我们现在看到Volvo这种品牌形象 品牌的销量跟当年是完全不一样 当年Volvo的品牌形象不错是不错 可是它的年销量是很少的 跟现在规模是完全没办法比的 现在在吉利汽车控股之下 Volvo这个品牌形象 品牌升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虽然说以前跟现在Volvo 都是属于一个豪华luxury的汽车品牌 但是以前Volvo的销量真的是很有限 在这种销量的规模之下 对Volvo这个车厂来讲 它要开发一台车 从零开始开发一台车子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早年2402年代 为什么Volvo可以单独开发一台车呢 很简单 因为那个年代开发车子的成本没有很高 所以Volvo这个车厂又自己很无聊 也不是说无聊了 自己很有创意 这样比较好听 它又针对安全性上面 又搞了很多有的没的巧思 比方说Volvo是三检式安全带的发明者 然后Volvo有很多安全的配备 比方说像我们今天看到这台车子 它有配备所谓的SIPS Side Impact Protection System 就是Volvo阳敏的SIPS 侧面防撞安全系统 Volvo在当年搞了很多这种小玩意儿 在240的时候 那时候它真的是侧头侧尾的大改款式 没有错了 引擎是源自144 164没有错 但它车身结构什么 跟144 164差很多 可是对Volvo来讲 它再开发下一台全新的车型 这就不太容易了 所以Volvo本来是在80代后期 打算来搞一台全新的 面向21世纪全新的车种 这个车种叫做Volvo 850 没有错 Volvo 850这个车子 真的是Volvo车厂 请住了全厂的心力 下去研发了一款车 它侧头侧尾都跟其他的Volvo 没有什么血缘关联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 Volvo投注了太多的心力 所以850虽然最后还是出现了 可是Volvo的财务 就被850整个给拖垮了 导致什么 其实Volvo当时也是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从740大改成940 结果因为资金被850吃得差不多了 所以最后只能把740随便改一改 不要说随便改一改 小改一下就变成940 就这样来上市 但是仍然躲不过 Volvo最后陷入财务危机 并且被福特收购的最后的局面 这点相当的可惜 但是对于Volvo这种规模的车厂来讲 他不这样做不行 你就看他的老乡 Saba是不是一样 完全一样 你看Saba Saba当初推出了Saba 900之后 各位要了解 9000是怎么来的 9000各位会想到Type 4 其实9000跟Type 4的关联度没有很大 9000甚至一开始打算用900 把它变成长轴的车型 就变成9000了 后来发觉这样子做 实在是跟900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性 所以后来放弃了 甚至第二代的900是怎么出来的 第二代900是因为Saba跟Scania分道扬镳 Saba被GM收购了之后 用GM的系统去开发出第二代的900 所以对于Saba跟Volvo这种规模的车厂来讲 他们要去开发一台新车 真的是一个无以承受之重 可以这么的讲 所以这台940的出现 为什么它是740的小改 你真的不能怪Volvo这间车厂 而且我也不得不说 这台车子我之所以这么推崇 真的是这台车设计的真是好 这台车子它真是兼具了欧系车的扎实 是欧系车的安全性还有日系车的平衡性能 更重要是它养护的开销真的没有很重 比起你央起Volvo Audi Volvo 940真的是省多了 究竟它省在什么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接着再跟各位介绍 Volvo 940这台车 外观上设计上有什么学问 虽然说这台车子 它是从740外观去小改过去的 不过光是740末期的外观 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到它的水箱罩还是Volvo典型的回圈型的植布镀铬水箱罩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子因为它毕竟有年纪了 所以它这边镀铬都已经消了 但是如果你是全新车的时候 这个镀铬整个是一整片的非常亮亮晶晶 台湾当年如果你是美规的话可能会有灯刷 我们这台车子是当年Volvo台湾的代理商 太古集团的凯南汽车代理的 所以我们走的是欧规的并没有灯刷 但是你不要看这个灯看起来粗粗的 首先这个灯是玻璃的灯 这个是玻璃的 而且这是原厂的Volvo的 然后你看它这个样子 车头没有雾灯吗 错了 Volvo的车子跟当年Benz W24126一样 它的雾灯是内建在里面的 我有点忘了是这一颗还是这一颗 我有点忘了 因为这台车子我已经卖去要很久了 但是厉害的是什么 它的大灯还有它的远灯 它这两个灯的投射面积 以我这样目测少说也有个200公尺以上 而且灯型非常的漂亮 在晚上照的又直又远又不会射到对象车道 真的是超级厉害 我开过这么多车 我敢讲 Benz W6124的头灯的灯型射出去 都没有940这么的漂亮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这点我非常推崇 再来是什么 不过940这台车子 它的外观基本上是740改过来的 所以它的风阻系数不是很好 0.35 但是其实它行起来的风切声没有很大 而且像我们刚刚为了要拍片 我们来洗了一下这台车子 它这个外形的线条洗车非常方便 因为它没有太多过度凸起的板件 而且在推泡沫 在冲水什么 非常方便 像这个倒水条什么的 冲一下什么里面的脏雾通通跑出来了 非常的好顾 可以这么讲 这个车子的外观方方正正的 我们在清洁上 我们在后勤的照顾上面 就显得非常的简单 当然了 这个车子也是中了 当年欧洲车同一个通病就是什么 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 VOLVO 240 740 940 960都一样 还有Benz的W86都一样 就是它后档下面 这边很容易秀烂 所以各位在选这个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后档下缘这边 有没有积水 有没有造成的这些水伤 或者是这些生锈什么的 导致它排水不良 那这台车子 当年我在选的时候 我特别去看过这个地方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至于它外观上 各位可以发现 940跟740 虽然它的外形是差不多的 但是940这个折线的感觉 是比较强烈一点 这一点呢 在后来的960 变成小头的时候 有被再扩大一点 所以其实S80它的10坦位钢琴车身 也可以说是从这边在演化过去的 可以这样子讲 然后940跟740最大不同 我们刚刚讲过是车尾 尾灯的部分 740其实到后期的时候 已经变成三层尾灯 那940的三层尾灯 更加的放大 看起来更加的大气 而且940的车尾的行李箱面积更大 将近500公升的容积 非常的好用 唯独可惜的就是 就我的印象 它好像没有四六分离的椅子 就我的印象 而且它后座椅背超难拆的 宇宙无敌难拆 这个我们等一下介绍内容 会跟各位讲 那讲到这个车尾的logo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一块I love my car上上汽车 是我们当年台南地区的Volvo经销商 上上汽车自己的logo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住台南 所以我们常常在路上 可以看到这个logo 那现在当然你要在路上 看到这个logo就不大容易 这是当年留下来的东西 那至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型号 940 Polar又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跟各位讲 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市场 都有940 Polar这个型号 但是每个国家地区 它的Polar型号的意义不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台规的940 Polar 这个Polar是拿来干嘛呢 拿来打击平均输入水货的 这要跟各位复习一个历史 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呢 这个Benz跟BMW水货的销量呢 其实跟代理商的销量呢 各位可能不太敢相信 BMW现在水货的销量不多啦 可是Benz的水货销量呢 有可能是超过代理商的数字啊 这个当然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这也是我个人推测 那么在当年啊 其实水货的Benz跟水货的BMW 还有总代理的销量呢 大概是1比1左右啊 可是呢Volvo曾经有好几次 水货是超过代理商的销量啊 在740的时候尤其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美规的740 美规的740太便宜了 配备太好了 反正嘛 平均输入的水货 它标榜就是什么 我的车子呢 配备比总代也好 售价比较便宜 再怎么讲呢 美规的会多了什么呢 会多了定速 会多了天窗 会多了加热皮嘛 是不是 那代理商这些可能没有 可能你要加起来去选配 更重要的是 我们水货有限车 马上交车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台湾的Volvo代理商呢 对于这些水货的入侵呢 非常的头痛啊 我们要怎么样去打击它呢 当然不外乎就是 我们会有零利率的促销啦 我们会有一些降价的优惠啊 什么的 但这个效果都不大 后来呢 干脆我们就来个釜底抽薪啊 因为像940这个车子 它在美国的规格呢 主要就是两个规格 第一个是2.3 第二个呢 是940 Turbo 而且偏偏美规的940 Turbo 是2.3 Turbo 所以它的这个马力呢 是比欧规的2.0 Turbo 来的大一下 当然欧规也有2.3 Turbo 只是呢 美规2.3呢 这个水货商就是故意卖 我故意卖你代理商2.0 Turbo的价格 可是你可以享受更大的动力 更好的配备 更帅气的外形啊 所以呢 代理商有建议是干脆怎么样 干脆我们跟原厂合作呢 于是在1995年这个时候呢 跟原厂合作推出了这一款 940 Polar 那940 Polar这个车子呢 相当的有意思啊 在我玩过的这些Volvo的车子当中呢 尤其940这个系列啊 就是以940 Polar这个车最省油 940 Polar这个引擎蛮有玩的 它的引擎代号叫做B230 FK OK 如果各位你对Volvo这个车子的引擎 有研究的话 你就会发现啊 Volvo的引擎前面两个数字呢 这B就是B系列嘛 那前面两个数字 就是它排气量 B230 就是表示它排气量是2.3的嘛 那后面的F是什么意思呢 K又是什么意思呢 F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暂时想不起来 好像是16气门的意思 我不是很确定啊 K是什么 K是Comfort 就是德文的K-O-M-F-O-R-T 就是我们英文的C-O-M-F-O-R-T 就是这个舒适的意思 它这个舒适的意思 其实它代表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 它是一个轻涡轮增压 没错 940 Polar 台规的940 Polar呢 是有涡轮增压的哦 当年我也是因为它这个 有涡轮增压我才买 那它这个涡轮增压 跟我们刚刚讲的 美规的2.3 Turbo的涡轮增压呢 又不大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它引擎室 它的引擎本体呢 跟我们讲的美规的2.3 Turbo是一样的 甚至这颗引擎在日规 还有超高增压的版本 是打到190匹啊 美规的2.3是打到165匹的涡轮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颗呢 嘿嘿它打到133匹而已啊 有打跟没打是一样的 因为它原本2.3没有涡轮呢 我记得是115匹啊 所以它打了涡轮之后 增加到18匹而已 但重点是它的扭力哦 原本没有打涡轮的扭力是多少 没有背起来 但是它这颗涡轮打下去之后呢 它的扭力是到23.6公斤米左右 跟2.0 Turbo的扭力值是一样 换句话说它这颗引擎 它不是标榜它的这个动力输出 非常的狂暴 而是省油 所以这台车子呢 开起来比2.0 2.3 NA 或者是比2.0或是2.0 Turbo呢 都来的经济实惠啊 这边是它的涡轮增压 而且据我们车友的表示哦 这颗涡轮增压本体呢 跟美规2.3的涡轮增压本体是一样的 所以理论上 我们讲这是理论哦 你换了美规2.3的电脑下去呢 它应该就会输出到165p啦 那我当年我是有想过说 是不是去换日规的超高增压 190p的动力下去啦 但是后来想起来还是算啦 因为周边的防护没有做一个强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引擎室里面 既然它是一个940跟960共用车口的关系 所以940它放的是四缸以前 因为940的四顾名是四缸嘛 当然这个有例外啊 因为960跟760都有个型号 叫做960 Turbo 760 Turbo 它当然不是6缸 Turbo啦 它是2.3超高增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日规的这个超高增压的这个引擎啊 所以呢 960的引擎室 它本来是960这种 166缸要摆放的引擎室 所以呢 它的引擎室摆放四缸引擎呢 看起来就相对的精洁 看起来散热空间就很大 不过呢 我们可以发现 这几个好玩的地方 你看它的皮带有三条 而且每一条都非常的细 因为这个皮带我都换过 我都断过 这个真的要常常定期检查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它的电瓶 这个涡轮增压版本呢 为了要跟涡轮区隔 所以它的电瓶是摆在这一侧 如果没有涡轮的话呢 它的电瓶会是摆在这一侧 因为我也摸过我车友的 没有涡轮版本的这个940啊 基本上940的引擎是 因为它是四缸的关系 所以它的引擎的手路 非常的好操作 要拆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车子没有油压停杆 它是走机械的拉杆 而且这个拉杆 基本上永远不会坏 然后它跟Benz一样 跟当年的W24 126一样 它的这个机械的停杆 它都可以拉到90度 这也是当时它一个标榜的设计 基本上这个车子呢 手路相当的好照顾 甚至像我们要换水箱 都要换大灯 那个螺丝没几个 啪啪啪啪就下来了 要DIY自己玩车的话 这个车子真的会 让你很多东西可以玩的 那这是我们跟各位讲 它在外观上的一些学问 接着来跟各位讲讲 940这个车内中有什么有趣的学问 首先第一个 它的开门的门把 跟传统的外拉式的车把 也不一样 这是Vovo当时它标榜的安全性的一种考量 用这种内建式的这种门把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门板 来各位知不知道这个门板要怎么开门 你们发现它没有传统式的把手嘛 对 其实呢传统式的把手呢 一直到960小改变成小头的时候才出现 因为很多人抱怨说 Vovo这种开门的门把 很多第一次搭这个车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开 怎么开呢 来跟各位讲在这里 这个这样子开 它车门就会开了 那像Tolta Sentry 也是类似这样 这种开门的结构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内装 这个内装其实跟当年的940PO的不大一样 因为呢这个内装是我自己去精挑细选 这个核桃木呢 是当时95年的时候 有一批940 Turbo SE的精装车的大型的鱼木 包括像这边 这个中路台这个大型的鱼木呢 也是我那个时候去报备场去杀的 也是那批940 Turbo SE的精装车的 那中间这个核桃木呢 是另外加价选配的东西 也是我从报备场杀下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贴核桃木的地方 大概都被我贴满了 方向盘是原本的啦 就是当时台湾是标配单安 双安要选配 那美规是标配双安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开关喔 各位看到这是前后烏灯 这是真的 然后这自动天线呢 这也是真的 那衣标版的这个 这个亮度的调整 这也是真的 然后这个是天窗啊 这是假的 这是我自己去杀的 因为我觉得开关空在那边 看起来是很不开心喔 然后包括像这个这个 时钟啊 亮度调整 这个都是假的 这都是我去杀来的 然后这个电热储物 这个是真的喔 当年我就是去报备场 能够杀就尽量杀 那至于在指针这边 也是有些学问可以跟各位讲喔 首先呢 我觉得欧洲这很好玩喔 就是Volvo它当年 就是要内建一个大的大的时钟在这边 不过至少这个时钟是准的啦 不会像BMW BMW如果早年那种 那种时钟很容易坏 Volvo的时钟不太容易坏 可是各位可以发现喔 它就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没错 增压表 940 Polar呢 它这颗是小增压 所以它原厂是没有配涡轮指示表的 那我当时有去杀一颗涡轮指示表的 940 2.0 SE Turbo的 我发现要装这个接线 这是非常麻烦 所以后来我放弃了 所以这个指针的部分呢 维持我原本当年的样子 那至于它手套箱的这个部分 手套箱其实空间还不错啦 但是有个蛮报效的地方 就是它的杯架 它的杯架在这里 那你说 它不是一个选配杯架 没错 你讲得出这个话 它这选配的杯架在哪里啊 来 跟各位讲 在这个中央扶手 这个中央扶手呢 是原厂选配的扶手 也是我去包卫场当然去杀来的 它杯架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俗称叫荡秋千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杯架看看就好 千万不要用 因为这个呢 我们算过 它只能用那种小纸杯 你如果用那种一开罐呢 它这个就很容易断脚 这东西是重看不重要 伸到后面的S90 不是 960小改之后变成小头 它变成不一样的结构呢 还是非常的脆弱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随便去弄 那内装上面呢 其实940比较令人头痛的地方 除了这个杯架以外 还有什么 排档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排档头 这个是中期的 前期的排档头 它是跟740一样 就是四四方方 然后中间有个释放的按钮 中期的时候 它感觉这种圆弧形 可是这个上面都会破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排档头 已经是我的后手 在自己再去包了 然后呢 这个也差不多快要破掉了 这个真的是我们想想头痛的事情 而且你说 那我去包卫场去杀一个好了 行不行 不行 因为这个排档头很难杀 不是这样子啪拉起来就行了 拉起来你后面的线会断掉 这个排档头要杀 不是一张简单的任务 然后这边呢 有个欧底党的开关 那我们会跟各位讲 你开940也好 开S90 960也好 不要按这个开关 按这个开关下去呢 你的仪表下面会有一个箭头指示灯 告诉你欧底党开起来 我要告诉各位 Vovo这颗变速箱呢 它的罩门就在这个欧底党 不要随便乱玩 不然这个变速箱真的会死给你看 其实这个变速箱 像有人说是日本的I-SIN 那I-SIN为什么 如果真的是I-SIN 为什么它这个 这个OD党会发生这种问题呢 我也觉得很好奇 反正这是我们过来人的经验 不要随便乱玩这个东西 那至于这个加热开关 这也是我当年我自己去杀来的 所以这个只是装饰用的 这个车子 940PO的这个车子 当年是为了跟水货去竞争 所以它只是多了一颗涡轮 它其他配备没有多了什么 那我们现在看到那一桩 很多配备都是我自己去杀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的学问非常非常大 如果S90有研究的话 你会发觉 我现在这台车的座椅 是个不可多得的异品 是什么呢 这一颗座椅呢 其实不是940的座椅 当初940PO的它标配 是没有电动椅的 是手动椅的 而且版型也完全不一样 这个椅子呢 是VOLVO S90 而且是ROYA的座椅 我没有讲错 是S90常桌版的座椅 所以它版型完全不一样 而且它是前面的双电动椅 那这个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好玩 那时候我们去报废场 去杀到这颗电动椅的时候 当然皮面的状况非常的好啊 跟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真的是斑驳了很多 我记得那时候有段故事啊 就是我们那时候 在报废场找到一台 这个S90常轴版的ROYA 然后呢 它的椅子套了皮椅套 所以我们当时一开始 以为它是绒布椅 那我车友说 他对这东西没信我说 没关系那我来吧 结果呢 等到我们把椅子给杀下来 之后发现它是皮椅 而且呢它里面还有内建安全器呢 哇 这个就厉害了 然后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它皮椅要套 那么厚的绒布椅套呢 后来我们在车上找到一堆猫毛 啊 那个车主有养猫 他怕猫爪把这个皮椅给抓破了 那也好啊 就让我这个皮椅的品相非常非常好 那品相非常好呢 那再来是要怎么把这个电动椅 把它给接上去呢 很好玩喔 我们那时候呢 把我94影的椅子拆下来 结果我们发现呢 其实原厂它已经有预留了这个 电动椅的电动线的开关 驾驶座的电动椅直接接开关接上去 什么都不用改 马上就有电动椅了 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 比较麻烦的是另外一侧 这个助手席的这个椅子 我记得那个时候 助手席的椅子 在接那个电 接得非常非常麻烦 后来我们怎么是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用那个点烟器那边防盗 应该说保险师那边的点烟器的开关 那边接一条线过来 然后再把电动线把它并连并过来 我那个时候搞得很复杂 当然不是我弄的 我是文主的 我们文主不负责解决事情 我们文主是负责找人解决事情 我们找到一个非常热心的车友 他来帮我们做这个接线 而且这个椅子不得不说 我开过这么多车 不管是美国车 欧洲车 日本车 高级车 入门车也好 我可以跟各位讲 没有任何车子的椅子 比Volvo 940或是S90来的好 这个我是讲认真的 其实我在换这个S90的椅子之前 原厂的940的椅子 我就觉得做得非常好 我们从台北开到台南 300公里三个小时 三个字没感觉 五个字完全没感觉 这个椅子非常好 甚至我们当年有很多长辈在买这个车 还跟我讲 Volvo的椅子治好了我多年的腰疼 当然这样讲是有点夸张 不过他这个椅子 真的是有很多医学界的人说赞 这个椅子的工具也非常非常好 那么S90 Royal的椅子 又跟一般S90的椅子又不大一样 距离不大一样在哪里呢 我们给各位看后座 我们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跟各位讲 我们后座有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指后座这个椅子 各位发现 为什么这车里面的空间那么小 因为我们用的是 应该说这台车用的是Volvo S90 Royal的后座椅 Royal的后座椅呢 比一般的S90多了什么呢 多了五公分的长度 它的椅垫跟一般版的多了五公分的长度 所以呢 它后座的空间会不会再进一步吃掉 所以为什么它放在长座上面 是有它的道理的 当然啦 我们在这个后座 在940上面把这东西装下去 当然后座会觉得比较局促一点 可是呢 相对坐起来真的是超级肉体舒服的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车子的内装稍微脏了一点 因为这个车子呢 之前有载过一些东西 我们今天来不及清洁 不过在当年 这个后座坐下去非常舒服 然后呢 再来就是呢 它后座中央呢 一样有个大扶手 然后内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置物盒 当然在原厂呢 它有一个选配就是 它后座中央还是 应该是后座中央 我记得850是后座中央的椅子 可以变成儿童安全座椅啦 那940好像是后座中央 还是后座的这个椅子 也可以变成一个内建的安全座椅 当然台规的是没有开放这样子的选配 所以台规我们一般没有看到过 然后呢 这个椅子的后座 前座在装比较麻烦的时候 是在我们刚刚讲的接电动这部分 后座椅在装的时候更麻烦是什么呢 VOVO它很讨厌 它的这个后座椅的椅背 我们一般椅垫呢 是让我拆了 转一下它就下来了 可是它的椅背呢 跟一般典型车的椅背差很多 一般的典型椅子椅背呢 也是往上这样子拉一下 它就会起来了 可是呢VOVO它后面有两颗很难锁的螺丝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为了拔这个椅背哦 不管是我们要拆 报废车那台车的椅背 或是要装在这台车上面的时候 光是后面那个螺丝 大概都搞了四几二十分钟才把它拆下来 非常的难弄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顺便跟各位讲哦 VOVO部分的车型 它有所谓的后座遮阳帘 那个后座遮阳帘呢 建议各位最好不要杀来用 因为你要把后座的杖板 整个重新弄一次哦 那个非常非常麻烦 因为VOVO它是没有四六分里的后座 所以那后座椅子要拆 真的是个很大的工程 但是呢我们这边有个很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杀的东西 我这台车子也有杀到这个东西什么呢 当时我们在杀那台VOVO S90 Royal的时候呢 不只它的椅子下来 我们连它的喇叭都下来了 它的喇叭 尤其是它后面的重低音哦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是我看一下哦 这个本体在这里 这个就是当年我去杀的VOVO S90 Royal的重低音本体 它也跟一般S90的音响也不一样 这个重低音本体非常的棒 我可以跟各位说高音低音都不会破 非常厉害 你把你声音吹到最大声都不会破 非常厉害 而且呢 放下去随差几用 非常的好用 不用下后杖板哦 这个拆装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这台车子呢 当年我把它装了S90 Royal的座椅 跟S90 Royal的音响之后呢 完全内装完全气氛脱胎换骨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报复场有遇到S90也好 S90 Royal也好呢 你可以试着把它的椅子这些东西音响这些东西呢 全部把它送到你的940上面去 保证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那当然啦 儀标板是不能共用的 940跟910的儀标板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要把它杀过去行不行呢 呃 我是没有实验过啦 这个如果各位有实验的精神是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 因为光是我们用这些核桃木的这些装饰呢 我觉得就已经相当的够用了 相当的好用了 那当然啦 当年的940呢 销量呢 在台湾一开始是开了很大的一个红盘 所以呢水货商才会卖的那么多 那总代理呢弄了这一批940Polar呢 其实它的售价还是偏高啊 所以呢 虽然这批车是水货商没有的车子 可是水货商呢还是卖的轻轻松松的 真正的水货呢 跟这个代理商的货呢 算是拉近的时候呢 是到九年代后期 就是台湾那时候Volvo發生了一些事情啊 那真正两边的销量才大幅的拉近 甚至有一段时间呢 水货商根本不敢卖Volvo 因为Volvo在台湾的销量是大幅的降低啊 那关于这段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再早时间会跟大家好好地解说这段故事啊 那基本上呢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跟各位讲一讲 这台940Polar 当年还在台湾的故事 还有这台车呢 是我当年买的车子 所以呢 这台车子勾取我当年很多有意思的回忆 最后再跟各位补充一下 这颗铝圈 当年940Polar这个车子 是为了要跟水货抗衡啊 而且这个外观呢 多了侧面的金线 因为这台车子它不是原型喔 所以它侧面的金线不见了 那这颗铝圈呢 这颗铝圈呢 这颗铝圈其实不是当年Polar的标配 当年Polar的标配是15寸铁圈加盖啊 这颗铝圈是当年Volvo有一批 在台湾的2.0 Turbo SE的金装车 配的是16寸的飞标圈啊 那我的前手已经把它换成这颗圈了 这颗圈的好处是视觉效果不错 而且洗起来蛮轻松啊 当然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没有去洗啊 坏处是什么 这颗铝圈比较重头一些啊 不过视觉效果真的是还蛮好的啊 其他来讲呢 这台940Polar大概都是维持的原厂的外观 所以我当年才会选择这台车子啊 来做我的这个代步车啊 而且这台车也陪我了好几年的时间啊 也没有给我漏气过啊 这台车子开起来让我真的是 对于Volvo这个品牌呢 耳目一心啊 以前觉得Volvo这个车就是老人车啊 以前觉得Volvo这个车就是笨笨啊 但是看到这个车发觉 这个车它外形是保守是保守 但是它的确是一台非常好照顾 而且呢相当安全 开起来也算是蛮有乐趣的一台车子 你要去把它在山路上面把它拿去占天下 拿去跟人家树影当然是不行啊 但是平常你要在山路小胚一下啊 稍微小胚一下 或者是呢在高中路安安稳稳的去巡航啊 你就会感受到Volvo它造车的功能 它真的是一个龙形的结构 把你安全的把它包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没有要追求 这个加速非常的猛爆啊 过弯非常的犀利什么的 那你可以来考虑Volvo这台车子 这台车子真的开起来 会让你非常的惊讶 而且940这个车它其实环保材质并不多 不像850 850这个车子里面的意义真是一大堆 因为我自己也开过850 940这个车子呢 其实相对它要后勤照顾来讲相当的亲切 以台湾来讲呢 台湾全省各个县市也都有Volvo专门的零件店 所以你说要去找到料要带料什么的 其实也不多啦 像850 850就有很多料要带料 而且850会坏的东西真的是很多 940会坏的东西就是那么一些些而已 这个后面要找这些零件也不是非常困难 甚至如果你跟我一样屁股痒 你可以去找出当年的这些金装车的报废车 或者是有些960的东西你可以升级上来 就可以慢慢享受这种DIY的乐趣 当然我们还是跟各位建议 你如果要买940的话 建议你还是买有污轮的 940 SE 2.0 Turbo SE 2.3 Turbo 或者是我们940 Polar 开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如果你买的是2.3 GL1 2.0 GL 那开起来真的是蛮笨的 这个当然亲爱的Volvo各有所好 我们这边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影片内容 跟大家聊聊Volvo 960这台车 以及为什么非常推荐他的一个原因 这台车是我之前开过的车子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 现在看到他还是拖好重重的 继续为我们现任的车主服役 我一直感到非常开心 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车友 真的一通电话就出来了 让我今天可以来一解当年的 应该不要说一解 就是让我来回忆回忆回忆 当年我在玩这台车的点点滴滴 那么同时也把940 以及940 Polar这个车介绍给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SELSEL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